Hello 筆記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3月30日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博奧亞洲論壇發表演說 他有三點很特別的一定要和大家講的 要編織一張更強硬的網 什麼網呢 亞洲關係網 不是這個中心輻射的模式 第二樣東西 中美關係影響全世界的 麻煩你們兩個大國有責任維持這個穩定 強調得很重要的 叫這兩個大國要有責任要有擔當 第三樣東西 去說什麼 是再次在這個公眾的公開場合 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 這三樣東西顯示了李顯龍在亞洲的地位 亞洲價值 多謝大家